就是每个学生的资料 那里面包含就是说 固定一定要有的是A1到E1 为什么呢 因为上面是拍标题 标题一定要有 那底下会改的就是说呢 每个学生的什么呢 他在第几列 从第二列开始 所以呢 第一个你一定会要有的 就是这个问题19的这个工作表 然后呢 金探号就是底下的工作 应该是什么 它的储存格的位置 A1到E1 这个应该不会变 逗点的话呢 就是第二个资料 那第二个资料会不会改变 会改变 问题19 里面的一样 A这个数字会改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请你要改成什么 改成I 那特别注意呢 这里因为是串接 前面我们讲很多 要把变数串在这个中间里面的话 原来应该是什么呢 A1本来应该是这样 本来应该是 应该是A1 类似像A2嘛 对不对 A2然后冒号 对不对 你这边冒号 然后这个地方1的话 也是1 2 本来是这样 对不对 那你如果要串接 这个变数在里面的话 我前面有讲过嘛 你可以把这个2怎么样 选取起来 把这个2选取起来之后的话 加一个什么呢 切开 还记得吧 那怎么变全形的 我把它切一下输入法 OK 那就把它切开 切开之后的话呢 中间怎么样呢 空白 and 有没有 然后空白 这个and 加上一个什么呢 i的变数 那后面也是一样 有没有 要把它怎么样呢 断开 然后把这个变数呢 空白 加上一个i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当这个数字改变 因为我现在是多少 2到4 有没有 所以第二个学生 再到第三 第四个 等于是 应该是2是第一个学生 第一第二第三 那三个学生呢 再来呢 图表需要 给他一个图表名称 所以图表名称的话呢 我们这边加上一个y 这个y的话就是图表名称 图表 然后呢 这个i因为我是从2开始 那第一个图表 当然叫图表1啦 那你不能从2开始 就给他 这个数字减1 就是从1开始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刚刚录制的时候呢 必须要产生一个图表 而且图表要先怎么样呢 做选取的动作 这个地方slate 跟那个录制下来的 那个内行是一样 第一个要先做slate动作 第二个的话呢 要知道 要给他一个什么呢 一个图表的什么呢 一个类型 那这个类型 实际上